很期待 桌上皮卡几乎可以上山下海 相当拉风 近年来大家越来越重视休闲活动 这上政府开放皮卡车后座 能设计载人 很多消费者开始风靡皮卡车款 你又需要一个很舒适的空间 很多的这种债务空间 机能性的这些方面 偶尔你又想要有一下这种 很酷的这种外形 很飘悍的这种越野能力的话 我觉得你就可以来考虑这种车 同级车里面来讲 它的进入角 穿越一角 离去一角 还有它的灵活度是最好的 经典皮卡车款发表销售至今 已经进入第八代 全球累积超过一千八百万台 荣登中型皮卡销售冠军宝座 这辆车感觉这种皮卡车 好像它体积相当大 其实这辆车 它配备了同级绿中 唯一搭载的这种PVM 环境影像辅助系统 当你在越野的时候 你爬一个抖坡 或是到悬崖边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看到前方的影像 就是让我知道最前方是 有没有什么障碍物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台湾皮卡车迷有福了 超经典车款即将进入台湾市场 不管是飘汗越野形象 还是以暴力手段摧毁 让面目全非的车体 依旧可以发动疫情 即将在台引爆皮卡车市场 三天新闻蔡明华林立在台北报道